你看它的樹木的高度 這個高度如果超過15公尺 也叫做老樹 經過專家判定 它的樹的年齡非常的老 那麼它也是老樹 另外一個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 我們也可以稱為一個珍貴的樹種 來作為老樹 譬如說它這個是日據時期 為了特別的料體 栽製的一些景觀樹 然後它具有特別的意義 事實上這個人 我們如果沒有特別去栽種 它不會栽種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會有一些特別的歷史意義文化 這我們也會把它當作是老樹 A一直分區 我們這個區域里落敦的 ABCD一直都分了五大區 因為還包括新竹動物園 新竹體育場都包含了 那麼黑松就是它的名字 然後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0243 這個B號是第243棵樹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測量圖 那個測量圖上就會有243的編號 就是黑松 完全可以比對 3 3 5 4 5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